第一個說,將學號欄位搬到A欄 按照這個順序來 第一個 把這題先關掉 把學號欄位搬到A欄 學號欄位在D欄 選的時候特別注意 點一下這個 記得,一定要選最上面 這個叫整欄選取 按右鍵 減下來 怎麼搬到A欄呢 接下來一樣 選A欄 然後呢 在右鍵的時候,你會發現 它會出現 不是貼上,上面有貼上 但是在貼上的下方 有多一個叫 插入減下的儲存格 也意思說 我要把B欄 放到現在的A欄 你說A欄會移到B欄 就是被擠到右邊去 不會蓋上去 它會插入到 它的前面的意思 OK 這樣子 學號 就在這邊 那你發現 姓名呢 姓名跑到這邊 在B欄 可以感觸自己一下 姓名有沒有在這裡 他實際上就把它擠過去的意思 把它插入了之後 在這邊 好 第一個動作的完成 第二個動作的話呢 就是 年齡這個欄位 利用 Dedif 跟Tedate 然後格式的話 要出現是 幾歲 意思就是說 利用這個兩個函數 計算年齡 然後要顯示出 幾歲的訊息 所以那我怎麼知道他幾歲 OK 你不可能用每個人用人工的方式算 所以 幾個方法 第一個 你用Dedif 所以插入函數 插入函數裡面 日期時間裡面沒有Dedif 所以 這個函數比較特殊 這個函數要自己打 你要等於 Date Dif 錢瓜糊 這個Dedif需要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就是說 因為它是 Date 就是日期 Dif Dif是比較 所以會需要兩個 日期 第一個日期是 他的生日 OK 第一個參數 豆點 第二個參數呢 是跟什麼時間比 跟今天 今天怎麼知道今天是幾月幾號 就是today 就是today 他裡面講today today today 小瓜糊這個要打一下 小瓜糊裡面不用參數 today的話他會抓到今天的年月日 放在這邊 也就是說呢 他的生日 跟今天比 比什麼呢 豆點 第三個參數 我要比相差幾年的訊息 幾年怎麼表示 記得前後要雙以號 加一個y就可以了 然後再後括 結束了 那這個y一個y的話其實就是 意兒的縮寫 意思就是說 你幫我比一下 這兩個日期 相差 幾年的意思 OK 那幾年的意思就是 而且 他除了比年之外 他會比月跟日 也就是說 他的生日如果還沒到的話 他就不會加一睡 可是如果生日到了,他就加一睡 這樣公式就打完了,按打勾 所以這個比較麻煩就是 這個公式考試的時候要你每個字都打上去 而且不能打錯 所以你們可能要,這沒辦法 這個好像也沒有更簡單的方式 可能還是要多練習 記得比較容易出錯應該是這個小瓜火梅加 他這個Y前後移也有雙引號 這個特別小心 大小血沒有差別 你打小血、打大血都可以 打勾 55歲,像現在填滿 年齡就算完了 其實我剛剛提到 生日,比如說上6月他還沒到 所以他55歲 可是把他月份改一下 他如果是2月出生的話 因為現在2月29 所以已經過他生日 所以這個應該會變成幾歲 56歲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DADDY不是會去看一下 他的年齡跟月有沒有到 OK齁,好 所以把他改回來 改回來6月的話 他生日還沒到 所以他就不能算56歲 他應該算55歲 最後要補個幾歲 最後要補個幾歲 怎麼補個幾歲 這邊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請你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Ctrl-Shift向下 選起來之後按滑鼠右鍵 這邊有一個設定格式化 出生的格式這個地方 那他做什麼呢 請你切到數值的自訂的地方 那自訂的地方特別注意喔 如果是數字就是 裡面的數字就0 所以有自訂的地方 請你打一個0 0就是他目前的這個數字 不管他什麼數字 反正就顯示他的數字 後面加一個稅 所以這邊的話 請你打一個前雙引號 然後加一個稅 後雙引號 好,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假設他本來是55歲 55他就變成55 加一個稅 那0就是表示55的這個變數 不管他裡面是什麼 反正他就顯示他原來的數字 這個稅的話呢 他就會幫你加上去按確定 那跟各位講 這個格式 你說老師 那這個格式 那是不是說這個資料裡面 存的就是55歲嗎 不是 他存的還是55 那稅這個字就是說 讓你看到以為有 但實際上它是表面的效果而已 表面喔 但實際上它裡面 存的還是那個數字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所以喔 這邊這邊就按右鍵 存的格式 有沒有 這邊記得喔 這個可能會比較難一點 在數值的自定 打一個0 然後加一個稅 OK 按確定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這個題目 要的動作 他說呢 有沒有 使用自定數值格式 就是自定 不可以使用函數 我們沒有用函數 好 那其他的話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 修課資料工作表 修課資料工作表 這個 就切過來 他說要做什麼呢 他說複製與班譽 所以先複製在班譽吧 跟姓名 這兩個 所以一樣 選上面嘛 一個兩個 複製 按右鍵複製 到這邊的話呢 直接貼上就可以了 這個不用太注意細節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將上課期別 及班譽 移動到這邊的CD 上課期別跟班譽 我們看 上課期別是哪一個 上課 在這裡 移動的話 按右鍵一樣減項 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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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C跟D 一樣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那當然移動的話 這兩個 放過來 這邊就不見了 對 沒問題 這個就OK了 再來的話呢 設定儲存格 B2到B120 所以第一個選 選就一樣 Ctrl-Ship 向右向下 或者是I-Ship 選都可以了 然後呢 儲存格 與學生基本資料工作表 這個地方填 這個 跟那個什麼 藍位一樣 填滿跟什麼 有點看不太懂的意思 其實意思是 跟這個工作表的一樣的顏色 我們要看一下什麼意思 學生基本資料 這個第二儲存格 是不是 第二儲存格 它背後是什麼顏色 我不知道 你可以看油漆筒 油漆筒裡面的話 它會再告訴你說 就是這個顏色 它意思是說 另外一個工作表裡面的那個範圍 哪個範圍 B2到B100多 也設定一樣的格式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格式 切過來 另外 找到什麼呢 B2到B120 應該是這樣 油標放這邊 Ctrl-Ship的向下 一樣剛好120 然後呢 油漆筒的部分 選擇跟剛剛那個 第二一樣的格式 好像我記得是這個 金色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 找到那個格式 把它拿過來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是複製格式 應該也可以 不過好像用這樣的方式 比較 比較OK 因為 這樣的方式 只有填上它的顏色 然後 底下的話 就是 畫這個框線 這個框線 我們剛才畫過 然後 指定 D2到D120 的名稱 要斑別 D1 D2到D... 這個地方 D2 D2到D120 看就是個像 像 名稱 叫做 斑別 那怎麼定義名稱 特別注意喔 選完之後呢 在 Excel的 左上角 就剪貼簿的下面 有一個叫 名稱方塊 這個名稱方塊 就是可以讓你定義名稱的 所以你把它點下去 這個地方的話 叫做 這個叫什麼 叫斑... 斑別 把它打一下 你也可以用膚子貼的 斑別 Enter 記得 Enter過之後 以後 這個名稱 就是這個範圍 所以 當然你如果再 移開 再選一遍 優標放D2 Ctrl-Siv 下 你可以看到 選完之後 這邊就叫斑別 或者是說 你可以公視 名稱管理員裡面 這邊也有個叫斑別 斑別指的就是這個範圍 OK 應該沒錯了 所以其他部分的話 再來就是 設定一些相關的函數 所以你把這些 統統做完之後 就把它存檔成 EXA104 這樣這題就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今天的進度 原則上就是 請各位 把102跟104這兩題完成 就OK了